这里面有五十万 是给你的精神损失费 我查过了 你最多也就只能告我诽谤 还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我马上要出国了 新的公司 新的男人 所以不想给自己留下什么麻烦 解决问题 还是干净利落点比较好 我不会告你的 你是没有 但是楼渊 他未必会放过我 他找过你 他的律师找过我 所以是因为他的律师找过你 你再给我钱啊 这钱我不会收的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先是害老柯受伤 又散布谣言 害我被网爆 现在真相大白了 怕萤火上升 就想用钱摆平一切 莉莉安 在你眼里 是不是觉得钱 可以解决一切啊 我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钱 那我也告诉你 那我也告诉你 这一次的事情 不是你用钱解决的 是我看不上你的钱 所以拿上你的钱 走得远远的 因为我不敢保证 下次我见到你 还能清平契合地跟你说话 你既然决定了 和楼渊在一起 就要承受住别人的目光和审视 董董安 这个王冠你最好戴好了 千万别掉下来 只有自卑的弱者 才会在意别人的目光 况且 我也不需要所谓的皇冠 来证明自己 老总 你怎么来了 老 老哥 老哥 快快快快 老总 来啊 不用不咋吧 还没回来呢 您上次跟我说那个事啊 查明白了 那些人啊 狡兔三枯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咱是谁 老江伙 是不是 我联系了一下 散布视频的工作室 跟胖子北庄城客户 去了一趟 跟他们说 我们是来黑竞争对手的 他们一听就明白了 当场给我们报了个价 晚上胖子录了个视频 你要不要看看 好 那 有点试骗 这种事情啊 就是要我们公司的在行 我跟你说一下 我们的工作业务 高怀路人员 搞搞臭名字 甚至啊 就是去找一些黑料 打不完事 偷夸别个公司 我们都是很在行的 你说得这么厉害 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啊 这价格可不低啊 我偷偷地跟你说啊 就是上个月的 那个灰姑娘丑吻 就是我们一所抱败的人 你开好小伙伴 你们真的是挺厉害啊 先生 我跟你说 你好能看我们的淘汰 好丰富 我觉得这事吧 还得让安恩自己做决定 没必要瞒着她 我也这么觉得 瞒着我什么 是 就是上个月的 那个灰姑娘丑吻 就是我们一所抱败的人 你开好小伙伴 那你们真的是挺厉害啊 先生 你都是可以学这个啊 而且在我一桌子上 外却会打得起 呗 你想怎么办啊 现在视频有了 要不要曝光他们 让大家知道他们的真面目 我觉得 把查到的线索交给警察吧 不能再让他们 伤害其他人了 不过我觉得 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个舆论 宣传一下灿疤 做一个新的广告 这次把重点 放在这个酱料上 然后全方位安利一波 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说得对啊 如果能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消解掉成心生命的严肃感 更有利于受众接受 也更有利于推广 可是 没关系 就挺恩的吧 我也会帮忙把这个视频宣传一下 扩大一下它的影响力 那我把证据整理一下 好 辛苦你 来来来来 放心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